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真的开门了 芝麻开门了 村长 酒吧 桃花屋账户金额 账户 啥意思 明白了吧 你的钱就要放在这里边 被骗过来掏钱 这些人是刚搬来的居民 可以扫码 面对未知的桃花物 他们充满了好奇 但兴奋中似乎又有些不知所措 二维马 这是丢钱了 我手机不见了 是的 我们并没有给出任何指令 接下来的一系列行为 都是在他们的自由意志下发生的 我觉得这应该是算真秀里人数算很多的 这15个人其实挺难录的 这次融入到这样的一个集体里 你有没有什么你的破冰小妙招之类的 我就没有什么破冰 就是还是最开始你要让自己先舒服 别人才会舒服 那你要找到自己舒服的方式 我觉得要不这样大家现在都是互相都认识的吗 还是我们做一个简单的 我当时想骂呀 大家可别别太严肃正经地说了 这本身自我介绍就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就一开始每个人自我介绍真的太恐怖了 从哪开始 来 现在我说一下 我们现在开始自我介绍 我是干什么的 我是靠什么 总归你是有成就的吗 就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 靠什么成就的 然后来到这儿的 一个人说出自己 有多高的成就 或者是曾经多么辉煌 我觉得那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 不要客气 然后都好像我们互相真的都不认识 也不要觉得丢人 把自己简单的介绍一下 两分钟之内 从哪开始 从那边 好 汉哥 汉哥 我是张翰演员 然后呢在座的所有的人我都做过功课 然后我也都认识 来了 你是演过演过什么 你是有名的演员 我真的不知道 我没名 你看那你就不诚实 你要没名也不会来到这儿 就是你还是要介绍一下你自己 人生总有尴尬的问题尴尬的回答 以及过不去的尴尬冷场 没有没有 这不重要 不重要 这一点一点都不重要 你关得掉节目 但你躲不掉社交 你难免会遇到有点年纪的人 有点霸道的人 有点You know who的人 有点Sorry who are you的人 好 年轻人要觉得尴尬可以不说 好好好 就下一个来 社交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然一场普普通通的自我介绍 怎么会变成灵魂审判 好在所有关于社交的问题 都有它的解法 坚持看下去 答案自己拼 喂 喂 集合了 这一期我们将通过高频的多组合的初见面场景 是我介绍 你就是到了是不是 你是 帮你制止死地而后生 完成对尴尬的托米 好了铺垫做够了 主角等场了 我 就我一人啊 哎呀 坐门口吧老年人 孤独的坐等啊我 比长辈到的晚 这饭还能香吗 淑琪淑琪 你倒没倒 就这屋子 就这屋子 已经到了 都到了 我吃到了 抱歉 抱歉 我来晚了 还让您等我 您好 听说你是一个被教养的很好的一个孩子 这会儿教养就不怎么样 你这不管了 不管用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这我自罚 一会儿我自罚一位 等了你一个小时 就是 那我别坐着 我站会儿吧 坐吧 坐吧 直到这坎过了 下个坎更难 初次见面总得有人掀起话口 你哪年呢 1996 25 96年都25 可不 你有女朋友了吗 有女朋友了吗 你问这问题 不让我问她 不让我 让我 没没 现在目前还没呢 有秘密的 不不不 真的 明面上没有 实际上 对对对 实际上也没有 那不可能 也不用这 以前也谈不 现在也没有 这都是早恋的故事了 那别跟我爸说去 郭老板 你儿子 你儿子早恋过 右边这个 您两个朋友都到了 来 咱们又来 你好 你好 美人 我爹的美人 你在等呢 因为你迟到 没有 你坊地怎么那么厚 你坊地怎么那么厚 你打得比我还厚 一个蛮要迟到 一个坊地打得厚 这是最新的唇色吗 你给我留点面 你给我留点面 咱点菜吧 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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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暗恋的人吗 现在 这没有是吗 不是 基本上要就追得到 没有 没有 我没怎么说 我没怎么说 你大方一点 女孩子不喜欢这样子 你说真的喜欢 大方的 你就马上说出来 在这里表白 没完了 好 我还是觉得挺快乐的 都还好 再说从小生活在一个 强社交的环境 受累了 就这么着成长起来的 所以可能就习惯 你喜欢爆裂的 还是比较温柔的 比较爆裂的 你那时候也就比较爆裂了 我觉得我 我现在就觉得比较爆裂了 我 我就快练了 我现在已经 这还必须让他说出来 你喜欢哪类型的 我想上厕所 我现在 眼睛大眼睛小的 你先说 我上一个 我回来 我想好我就告诉你 我想好我就告诉你 我这上个厕所 我的妈 叫车 这个情景 你似曾相识吗 你是经常被调侃的那个人 还是调侃他的那个朋友 无论你是哪种 接下来 我要给你讲的这套理论 绝对会刷新你对这个场景的认知 有个非常著名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是谁的社会学家 Randal Collins说过 社交场合中 情绪能量所聚集之处 就是社交地位最高的人 用普通话讲就是 在朋友的相处中 总有那么一个被集中打趣的对象 谢谢儿子 对对对 你跟大家老师很熟吧 你为什么来参加这个 我想把你装卸掉 你现在被一个阿姨一个姐姐 给夹在中间 表面上看 他好像在社交事物链的底端 但恰恰这样的人 可能才是掌握着焦点的社交中心 因为大家都相信 打趣他 不会让他觉得被冒犯 反而能拉近所有人之间的关系 其实这个丹丹妈 包括说齐哥 都是疼我才这么说的 谈不到什么我害怕呀 如果你是朋友圈里 最好欺负的那个人 实际上你可能是 最受宠爱的社交中心 即便不是 多些自信也没坏处 不行你为什么来这段综艺啊 因为真的 我说真的 你说真话 就是因为您来了 我连节目内容是什么都没问 啊 你从哪知道我的 电视上 我觉得你好可爱啊 哇 听见成功的呼声 对 那个戏迷 我居然有 之后他们就说 有那个小麒麟 隔离的时候我就在看得音逗笑社 要不然之前我没有 完全没有接触过相声 对 我觉得太好玩了 那你觉得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知道大概方向是什么 不知道 完全一头无水 我原来以为是度假来 不是度假吗 如果我们有一次机会做一次选择 我们想过一个什么样的新的生活 我们在北京找到一市区五十公里 一个叫桃花屋的村子 这个社区全部交给你们来打造 运营和生活 你们三位作为第一批居民 嗯那剩下的其实是希望你们可以推荐 嗯或者是我们短组找一些不同性格和技能的 其他的嘉宾 一共十五个人 我我我我我我 插插句话 嗯我 其实挺想认识认识同龄人的 你就是烦我们那俩人 没没有我 你就明说了吧 我不是这意思 我我我我不能找同龄人 哈哈哈 什么呀 年轻人不没意思 哈哈哈 没礼貌 没对 没迟到嗯 我蛮整文的故事剧了 估计这几句 哈哈哈 如果选了桃花屋这个地方 我们就希望 咱们每一位嘉宾 我们自己掏钱出来 成为桃花屋的股东 自己掏钱啊 对 带资入股 带资入股 咱们就按年龄大小呗 年轻的多出 啊 啊 年轻人今后还有很多年可以挣钱 哈哈哈 我也可以再找更年轻的朋友 从他们那拿钱 对 对 哎 先加个微信 哦对对对 要不然没有这转账图景 对对对对对 主要是为了转账 哇哎呀你好你好 哎呀你好你好 哎你是水扬的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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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水扬的嗯 然后你是多大开始你就出道的 我是从高三唱歌 发歌了就是对了 啊 然后你你最有名的一个歌是哪个呢 我最有名的我都很有名 哇哈哈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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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丹姐面前就是没没名没名 你这有点假你这个 说实在你一首都没听过就那个了 我我没听过没关系 没事没事没事 你必须得告我一个快 你最有名的是哪一首我最有名的我搜一下 别别别别别别我最有 你要加冰框吗丹姐 那我来点吧 这个服务 你除了干活之外你告我一下你最有名的歌 我最有名的歌 因为都太有名了都太有名了 你这就先给我横一句哎呀 李雪芹快来了丹姐穿哪个来了 那你一手都不让说呀那我搜啊 对对丹姐 你这样子我也要播放你的小品了 播放你的小品了 你是 播 有女朋友吗现在 没有没有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我喜欢姜妍那样的女孩 真的啊 你喜欢她的性格还是喜欢她的长相 我喜欢她的 因为我也不太了解现在的孩子是怎么想的 我非常害怕 对我有隔阂 没错 对新朋友持续释放好奇心 是长辈们突破隔阂的社交小妙招 她们也不是真的要逼你说出感情状况 她们这样做是为了和你拉近距离 实在不行 等她把目标转移 我来了 快来吧 快来了 终于来了 好尴尬 你好尴尬 机智 机智如她 一定可以从容应对任何尴尬场面 你在这给你找一个我觉得可以 这有限的不就她 郭麒麟不好吗 我配不上她 哎呀别别别别 真的你跟郭麒麟是一样大吧 我比郭麒麟大一岁吧 你多高吧 1米67 完了 她要1米6的 她规定1米6呢 她说个儿不能超过她 对不起 下一个话题吧 行 看结束一段不想继续的对话 真的很简单 不好意思 老师好 你好不好意思 打扰了 不是真的吗 不是真的吗 不可能 你也太美了 你感觉好像 孙芳姐 好久不见 我的天呐 这也发生了什么 那好了 孩子长这么大了 长这么大了 那她原来不就是小朋友吗 算 算 天呐 导师 就让我们共同有请 八三明星慈善业的创办人 苏王女士 我们将会看到时尚 永远没有机会再看到的冰心大合影 往中间再往那边不怕不怕 来来继续进去 你们都往后 你们怎么拍 导演坐这儿 华晓你进来 华晓你进来 我知道我待会儿就进去了 你现在就进来 好嘞 好嘞 我特地请你们两位加入我们桃花屋 去拍照是吧 不 书琪姐姐的节目没听到 一个真人秀的节目 然后我觉得因为你 你就特别会 作废 也不是 比如说 艺术上的呈现 怎么样把桃花屋弄得特别好啊 这位曾经的时尚教母 搞定过百人明星大合照 区区十五人的桃花屋 哦 so easy 这边跟总编军确认说 学长不戴口罩OK的 是吧 对的对的 满足播出要求 嗨 哈哈哈 其实我戴口罩已经戴了十五年了 不是现在才开始戴的 这个叫自我保护 我所说的每句话 哪怕不好听 都是我经过深思熟虑受伤 大家会说这是个娱乐的事 大家 我们不要老用大家这个菜 根本没统计过 你的人设是较真儿的 谁告诉你 我是非得较到死真儿啊 你自己重新看还朱哥 我从来都没完整的看过 你不看评论 我为什么要看评论 写文文章我又不是商人行为 我要看看他回报率怎么样 我真的是个业余演艺圈的人 业余艺人周杰 主业是专攻健康有机生活 他将刺激自足做到的极致 大名水到 鸡蛋 对 我有很多生活习惯 比如说我不吃油炸的食品 不吃泡面 不吃这些快餐食品 那是因为你不快乐 你才去吃那个要快乐 如果你不吃这个也快乐的话 需要吃它吗 你也知道你的体质 这个东西 我看的还蛮开的 他刚用了一个成语 很有文化 说害不害怕桃花屋的居民 对你有偏见 就是用自己的那种性格魅力 去吸引他们和我交朋友 你最好有 我觉得就是人和人之间好好相处 我觉得他们会发现 孟子逸也不错 挺好的 结果21天后发现 孟子逸 他就是那样 就网上说的全是真的 刚刚你那个表现我就送你四个字 娇柔造作 你今天用了好几个层语了 对 我就是很有文化 我这被你们低估了的孟子 拭目以待 来吧 去桃花屋送你的四个字 坚强勇敢 再送你四个字 再送你四个字 不要做 对吧 回来的时候 你跟公司的合约还在 还在 好 现在想知道我吃什么 哦 你叫张翰 是一名演员 AKA霸道总裁 所以郭麒麟给您发来这个邀约的时候 其实您嘴上说 我拒绝了啊 嘴上说不要 我是真的拒绝 杭哥你好 我是郭麒麟 我呢现在郑重地邀请你 来参加我们这个50公里桃花屋的录制 一定要来哦 郭麒麟对你发出了邀请 嗯 您的想法是 我的想法是不去 我是为了我的工作而来的 我来这个地方不是任何人对我的邀约 我是导演组请我来工作的 大家相聚在这个地方 就完成这份工作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这15个人都会成为你非常好的朋友 有可能不一定 这都是随缘的 所以就正切自然 我其实不霸道的 对 但可能我在真实的工作里边 不会有那么多废话 想要做什么 执行力 然后还有目标其实很明确 没有那么多废话 您有代卡吗 如果说要投资的话 您大概会想要投多少钱 我为什么要投资 因为我要建设同花屋 为啥要建设同花屋 因为15个人都要建设同花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 你租金多少钱 能租多少年 10年还20年 那你每个人的话 那你合约啊 就是我真投多少钱的话 你是怎么给我算股份啊 让我下车 我好想逃 你可能不霸道 可你是真总裁啊 我 是那个 不好意思 开错了 你喜欢独处还是群居 我喜欢独处 当然喜欢独处 可是我们是个群居节目 就我喜欢独处 但你也就是让我群居 我也可以活得很好 李小荣曾经说过一句话 人要像水一样 把你丢到什么形状的那种瓶子里 你就啥星座 be water my friend 昨天有一个微博的 是里面的视频 哎是谁 是李雪芹老师 不是 是一个男权 哦 我男 哦那个汪汪汪老师 啊他那个脸 杨子第一次跟丹丹姐见吗 第一次 那说说你对丹姐的仰慕吧 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不用 给一分钟你就找记者 最准确的照内数 那是我的人生偶像 哎 我奋斗的目标 哎呀 那评价评价我吧 那是我儿时的偶像 哎但是说真的 我上初中时竟听你的歌了 哦真的 真的 谢谢你 哇 那你可以哼哼一个他的歌吗 你哼哼一句 嗯 我先下去了 你看看你 让你在这无脑吹 我终于想起了一个 是不是有个客观不可以 你终于想起来就还不是我的 哈哈哈哈 我想下去了 太尴尬了射死了 哎 你又跑了 你又跑了 哈哈哈 他说这个不能跑了 哎呦 哎呦 走下楼我就不想录了 太累了这节目 我这个医生 他特别担心那个逻辑有问题 就是我不是拿两趟 这一趟拿行那个大米 这样上拿鹅吗 嗯 来吧 开始了 嗨 到哪儿去呢 现在 在这儿去 你在这儿得说句话呀 你不是让我拿鹅的时候说吗 不是 你得说句话 你还得再去拿鹅呢 就因为我没说这句话 我又冲来两遍 开始了 我还有一个鹅 再来一遍吗 再来一遍 我谢谢你们 开始了吗 我还有两只鹅 来 再来一遍 要重找一遍吗 哪里想象 这真人秀也 也NG太多次了吧 谁是没办法 我给你们写进段子里 我给你写进去 哎 这边 这什么 我傻了 妹妹 拿了这么多东西 下一个 哈喽 国际林哥们好 妹妹 你拿这么多东西 啊 这个是 买了一箱吃的 然后还有和大家玩的 好 行 谢谢你来接我 我别你别客气 不是 这怎么这都 装装装不下吗 这你为什么还带些大葱了 我是 因为这个大葱 然后是要配这个鸡吃的 这是什么 这是活的 没有这是半成品的焦麻鸡 哦 行 那咱不打开看了 嗯 嗯 行 我们割吧 好吧 这对我的就是割 好的 行 好 可以了 行 你给我 没事 没事 你给我 没关系 给我给我 真的没关系 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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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那个就好了 给我拿着衣服 好好好 给我拿衣服 走 可以吗 可以 哎我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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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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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看一下 你的内力卡车盆栽呀 天呐 这带过去了吗 嗯 嗯 因为我上次啊 大概半个月前 我去桃花屋 那个地方我看着 还稍微有点 没有生活气息 还没干好呢 咱别上去了吧 不像想象的 那么舒适啊 我就跑到花市 买了这么一车的花 带蛮好看的 是不是 我们直接拍照对吧 好 买了花不拍照 等于没买 何况是一车的花 拍了照不分享 等于没拍 何况是前八杀主编的照 包到群里吗 对 好的 你当然可以肆意散播自己的快乐了 可是别忘了 人类的悲欢 它有时 它并不相通 我的妈呀 苏盲姐拉了一车花 你输了 哥哥 她不用拉这个我都输了 我输的彻底 哇 她们带着一车鲜花 这个桃花屋 为什么要带别的花去 看看我们的反馈吧 不会没有反馈吧 哈哈哈哈 没有 太惨了 为什么 我我我身体一下 你真是气愤给我 我身的体质 太惨了 我刚才跟她们投诉了 我说我们这么盛大的花 然后也没人理 天哪 这个欧欧跟苏盲姐说 等一下帮你种 我还快这时候蜡娘子问了说 那你是谁呢 你帮她种 你是谁呀 我真问了 欧欧老师是谁呀 好勇敢啊 蜡娘子问了说 幸亏有泥 幸亏有泥 这些箱子就要堆上去 现在来正式介绍一下这两位 花鱼的人 我叫欧欧 我在缅甸出生 我在缅甸那么热的一个国家 做毛衣设计师 大家都觉得我疯了 如果我没有遇到毛衣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可能只有一半的快乐 我们在缅甸出生 师傅您好 您好 去桃哈屋 对 大家好 我叫陈陈陈 然后我是个艺术工作者 认真做当代艺术 音乐 然后这常见上每个像素 它其实就会触发一个声音 今年开始做科幻漫画 我是那种计划狂 我觉得艺术家应该是一个 非常非常严谨的一个工作 因为你在做件非常不靠谱的事情 所以你需要一套极为靠谱的流程 才可以把这个不靠谱的事情做出来 圈外的他们会如何融入这个群体 你后来这几年是怎么发展的呀 我其实有很大一段时间 比较闲 没什么工作 然后那个时间 我就学习了烘焙 是吗 因为我真是那么想的 如果真的不可行的话 我就去开一个烘焙店 这样 哦真的啊 我现在就想赚钱 给我爸妈换套房 嗯 好 桃花屋 我来的时候 就怀着一个 被治愈的心 我希望在这里得到愈合 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机会 能来到位于北京城外 五十公里的地方生活 这个地方 我们对它有一个美好的幻想 我们管的叫桃花屋 睡觉自然醒 玩起来吃顿饭 吃顿饭大家坐一起聊聊天 聊聊天之后出去溜这一圈 这是我最理想的生活 我们几个就都是一个人 来到这里 变成一群人的生活 然后希望大家一起把 整个这个社区建设的更好 至此居民们各怀着美好的愿望 全部抵达 但要扛起振兴乡村的重任 描绘美丽的乡村新画卷 势必要经过重重考验 建立联系 挖掘资源 开发外部游客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未来的桃花屋 能否被打造成 移居的新型乡村社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